国会议员打架可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与俄罗斯临近的乔治亚最近跃上了国际新闻版面 因为乔治亚国会朝野两党议员 针对一项具有争议性的俄罗斯法案爆发口角 最后在议场内上演了全武航 国会殿堂爆发口角风波引发拳脚相向 不过这次不是台湾的立法院 而是俄罗斯的邻邦乔治亚 而且还从主席他一路追打到场外 场面十分的混乱 这项引发争议的法案 内容要求接受国外资助 达到20%以上的非政府组织跟媒体 都必须注册为受外资影响的代理员 而且受到司法部门的监督 这项法案跟俄罗斯2012年通过的一项法案类似 它现在已经成为普廷打压一己跟媒体的工具 所以被称为俄罗斯法案 当批群众也在国会外面发起示威抗议 在野党的议员认为 法案一旦通过 乔治亚不但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变得更疏远 甚至会被认为是跟自由世界为敌 加入欧盟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加渺茫 执政党表示目前法案还只是草案 需要国会表决通过 无论结果如何 推动乔治亚加入欧盟的决心不会改变 但无党籍的乔治亚总统已经表明 他一定会否决这项法案 不过根据乔治亚的宪法 国会还是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 陈宇里面也